沒有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Leon 今天來看保加利亞人對上哥的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保加利亞人 保加利亞人最大的特色是銀類 銀類是攻擊力跟城堡差不多 但是血量跟造價都是城堡的一半而已 所以他很容易使用銀類去控土或是防守自己家裡 保加利亞人的經濟是沒有到很好的關係 但是他的工程器製造所跟兵工場的肉量是半價的 所以他可以利用這些強軍手去跟對方換經濟 會比較適合保加利亞人 保加利亞人的後期主要是打馬凳騎兵 保加利亞騎兵或是大落馬 都有攻擊速度增加33%的攻擊效果 後期主要的配置都是打大衝車或是 動頭、馬攻、保加利亞騎兵 還有大落馬為主 當然血液步兵也是能玩的 大致上保加利亞人的玩法大概就是這些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哥德仁 哥德仁最大的特色是他吃野豬的時候 例如大象、鹿、野味的時候可以吃得更久一點 在前期打民兵開局的時候會有一些優勢 甚至打這個19匹肉馬 肉量會比較多一點點 大概多個150肉或100肉左右 其實也沒多到太多 那哥德仁後期 這個步兵減免的消耗非常多 大概減35% 65折的價格 可以出到哥德步兵 還有這些大量擊兵、劍兵勇士 還有哥德衛隊 都是這個65折 非常便宜 那哥德仁的後期 組成都是配於火槍、火炮 或者是打一些步兵、疾兵之類的 那弓兵入線的話 其實三級射、三級防都是滿的 所以蠻適合打這個戰毛兵的部分 所以我會比較建議哥德仁 後期如果真的遇到步兵的話 可以出些火槍 對方弓兵的話就出戰毛兵了 會比較適合一點 好接下來我們來稍微加速一下下 那稍微看一下地圖 地圖部分的話是金礦在上方 那獸在右邊、火子在下方 哥德仁的前期應該會蠻好過的 待會要防的話就直接這樣防 直接拉這個防勢過來 這裡圍 這裡再圍一下 這邊再拉過來 直接圍死 那地圖分數 我覺得應該至少有五六十分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雖然金礦在外面 會移留在外面 但是後方還有這一塊金融可以活著 那如果待會兒經濟比較好 或軍事可以打出去的話 就可以再把這個黃金分數拿回來 那接下來看保加利亞人 那保加利亞人呢 這邊的果子在下方 黃金在上方 然後在左邊 那牧區的部分比較稀疏喔 只有一片牧區可以吃喔 這個牧區的話是沒有辦法 去伐牧的 因為敵人就在正前方而已 通常是不會去伐 那他只有這一片木區 就造成保加利亞人前期會很難受 那這個地圖分數 至少只有二三十分吧 有點爛了 要圍的話只能往前圍 大圍喔 他這個防守會變成有點斜斜的這種感覺 那這場比賽 我們在早上的時候已經發過一次 他就管是硬來死了 已經發過一次這次影片了 那 因為早上那個影片嘛 就是 這個音樂問題喔 困擾我很久 所以我最後還是決定 用回原本的錄影軟體喔 不用再用4K的錄影軟體 加上這個世界喔 4K的影片畫質喔 算已經很成熟 但是一些設備來說 有一些廠商的那個科技喔 可能還是會點歪啊 當然容易出現BUG啊 怕我一部影片要錄好幾次 其實我非常頭疼 好 回到比賽中 那看到哥德人 這邊已經下了馬舟 馬舟下完之後開始出刺猴 好 槍兵也開始再出 那寶寶寶寶這邊點下了一級農一級木 非常的標準化的經濟流程 那這邊可能要趕快圍一下會比較好 那這邊是圍比較斜一點 那如果大家會圍的話 可能是圍到這個金礦處 或是直接拉一條過來 好 守金礦 那哥德這邊點下了一級農田 開始要撒農田就會補下一級農 兩邊都是打專注於經濟的 那不易金龍跟一級 不易金龍有個壞處 就是你的刺猴的數量可能會少一隻 可以拉他們也是比較偏向於 多出一隻刺猴去潛壓 給對手更大的壓力 因為他們的控兵控得非常好 所以他們就比較傾向於 出兵大於經濟 那這邊有做完一隻裝甲步兵 那寶札利亞人的步兵是免費升級的 這個民兵系 航槍兵的話還是要手動升 所以寶札利亞人後期很容易 可以直接轉出雙頭劍兵 出來抵抗對手的步兵 或是一些特殊情況 有點像是義大利的傭兵一樣 只是這個寶札利亞人是完全不需要升級 而且他還有軟甲 所以他的雙頭劍兵蠻抗箭矢的 不太會有那種很容易被打倒 被箭矢打倒的這個現象 所以他如果後期再點一下這個血液步兵 他的雙方是非常坦的 有點像這個薩金特衛兵一樣的感覺 只是這個血量比薩金特衛兵更少一點點 這還是薩金特衛兵比較強 加利亞人的血液步兵真的是看實際在打的 來看一下這邊 刺猴想要硬抓這個殘血村民 但殘血村民血量還是蠻多的 他已經把殘血拉到右邊這邊 但是只要讓對手一直收穿 這樣讓保加利亞的經濟就會不好 其實還是有點小賺 這邊用二倍數再繼續看 槍兵應該都是槍兵步兵互打 還有這個刺猴互追而已 這邊把自己圍石 這個四個人挖金 哥德人這邊補下了輪軸技術 這裡補得蠻好的 讓城堡時代就先補了 這邊看一下護戳 槍兵應該是戳不到 這邊再繼續追逐 收一下村 因為沒有收進去 這邊兩邊褲戳 可以再戳到一隻馬嗎 很極限 獅子怎麼突然打起來 後面槍兵又戳到了一下 那保加利亞人這時候已經點下城堡賽 哥德人補下城堡賽 兩邊都差不多 差不多30秒左右而已 目前保加利亞人村民是領先的 是因為他沒有點輪軸的關係 但是哥德人這時候是有點輪軸的 這經濟來說是會更好一些的 好這裡補下品種 待會應該是要來打騎士 哥德人其實也蠻適合打騎士 在城堡時代的話 就有二攻二防 而且也有品種 基本上騎士出一出也是OK的 那在內加的哥德 如果在團戰的情況下 2v2或4v4 其實哥德人也很適合打騎士 城堡時代 那到了地龍時代的話 一樣要轉步兵 會比較適合團戰的類型 好這邊稍微看一下 城堡中心補到這些地方 金礦跟石頭 那如果城堡中心要補的話 待會也可以補這個位置 大約這個地方 可以守礦場 那離牧區也比較近 待會如果不挖礦門的話 也可以拿去分配給牧區的村民 這邊中腳步兵被打了幾下 這邊要再去收 收村打下血量 下方的騎士出來守一下 這邊可能要11村 兩村被打得到喔 最後直接剩了清騎兵 這邊損失兩村 保佳麗亞經濟稍微落後 但是保佳麗亞這邊有補下輪走技術 經濟又更好的一些 上方的槍兵解決掉了 這邊清騎兵已經升級好 好生魚只要兩刀就可以打砍死 到前方再一刀解決 哇 哥德這邊控兵控得很好 這邊哥德人終於補下了二級伐木 那為什麼不會移上城堡時代就補二級伐木 最主要是因為如果他要打騎士噴發的話 就要前期非常多的肉量 那等到對方真的出生魚 打不太進去 騷擾不太到的時候 再轉出自己二級農二級末 這是比較現在流行的打法 所以有時候大家都會忘記去點二級農二級農 甚至手推車輪走都會忘記 這是這個原因 那我們一般玩家在玩的時候 都會去優先升級這個經濟科技 所以想用開始農 然後就會容易這個 零兩出給對手 然後就被壓制住 這是比較大家常見遇到的問題 那如果大家想要克服這個問題的話 就是二級木二級農 慢點點下 然後先去出點兵喔 去正面防守 去抵抗一下對手 會比較好 好 爆炸亮人這時候也補下了這個二級伐木 這邊再稍微加速一下下 兩邊經濟都玩偏濃的 哥德人的玩法 真的是要打偏濃戰術會比較好 強軍士來說的話 哥德很容易打出烈士 因為本身就沒有經濟加成 如果強軍士又打不進去 出對兵 然後完全做不到事 就很容易喔 經濟被拖垮 然後到帝龍時代 就會很難出步兵 步兵出不出來 哥德人基本上就廢掉了 哥德這時候補下了二級農 開始轉農囉 可以考慮再補一個城鎮中型 這裡感覺還不錯 或這裡 正面的部分兩塊石 這個石頭跟黃金 也可以找個機會蓋城堡來挖一下 這時候哥德人補了一下石頭 還是要來挖石 這裡被找走了一隻村民 可以找回來嗎 再奧一下 哇 自敵村 好 目前看到兩邊都準備升到了地龍stack 那哥德這邊打得很好 在升帝王之前 給下手推車 那待會 大家升帝王是在這段時間 就有手推車的加成可以使用 這邊還遭到新騎兵 哥德這邊生物跑龍姐蠻多的喔 騎士又遭到 保加利亞這邊血虧 能全被壓制住的感覺 那保加利亞這邊生物也是出蠻多 出到八字喔 真的是出的有點多 單修道院一直按 瘋狂防守 那通常對手 看到這麼多生女喔 其實也不太敢 上前硬打 而且還有這個長槍兵的部分 結果哥德人這時候在升級 步兵 鎧甲還有長劍兵 這難道是要直接往上前壓呢 因為哥德這邊沒有上地龍stack 直接城堡時代開打的話 這有個優缺點喔 如果對方沒有防守的話 很可能長劍兵就殺進去了 確實是可以喔 但對方是保加利亞人 現在已經看到銀雷有兩棟的情況下 要直接打進去其實偏困難 只能打中間這個位置 那確實哥德也是從中間開始打 這邊再補一個銀雷 三銀雷防守 這個就是保加利亞人 比較有優勢的地方 這個城堡中心 哥德這邊也是4TC開農 兩邊都4TC 村民處差不多 但這時候 保加利亞人已經點下帝王時代了 看一下這邊騎士流進來 可不可以打到一些傷害 先砍第一波村民 正面有人說長劍兵想要過來 用長劍兵去追擊後面的騎兵 這邊招了1234566隻長劍兵 哇招的蠻多了 勝利寡算收集兵成中心理 這邊開始附打 下方騎兵 開始追逐 這邊趕快繞 閃開 這邊就是圍牆 長劍兵繼續追 再戳一下 上方長劍兵跟保加利亞騎兵 開始出來解掉剩餘的長劍兵 這一波生旅招強戰打得很好 保加利亞人這時候也升到了地獄死蛋 這邊應該會出個保加利亞騎兵 或是騎一步兵 兩個選擇 這邊只有這兩個地方可以打 這邊是選擇了步兵 反甲的升級 還有這個3級攻 增加一下雙手劍兵的傷害力跟防禦力 那雙手劍兵一出來 血量只有60滴血 那雙手劍兵的攻擊是12攻加2 比劍兵我是少了1攻跟10滴血 這邊雙手劍兵一出來 是往哥德家裡正面往前衝 哥德則是上方 放了非常多長劍兵 這邊還是要繼續往上攻阿 但是勝率已經standby了 這邊可以開招 但這邊時候在控保加利亞騎兵往前衝 想要直接突入哥德的正面營地 但這邊直接還是開招了 找到了一隻長劍兵 哥德直接往後回救 家裡的長劍兵數量不夠多 而且還沒升到地獄時代 長劍兵打不太贏 雙手劍兵直接被尻爆 哥德家裡到處著火 這根城堡 蓋起來的話就能擋住了 好 陰雷繼續輸出 繼續招翔 OK 擋住 好 保加利亞騎兵 全部倒地 長劍兵終於要升級到雙手劍兵了 重生到地獄時代的哥德仁 終於有這個六五折的折扣了 補下了三攻增兵技術 哥德仁因為他經濟本身就很需要的關係 所以他有三級農三級魔 我覺得哥德玩家還是可以稍微去注意一下 帝龍時代的農田經濟 還有這個木頭 有機會的話還是補下 會讓自己的經濟會再更好一些 好 哥德這時候點下金冠跟三級弓 金冠的話是這個井噴技術 可以讓均勻的生產速度 工作效率提升100% 兩倍的暴兵速度 非常的可怕 暴兵速度最快的就是哥德仁 這個均勻的部分 這邊補下了 劍兵勇士的升級 保加利亞這邊點下了金冠 這個血液 血液補下之後 步兵防御率提升到1加8 9防 然後對方劍兵勇士14攻 所以砍一下 好像是9滴血 8滴 以下8滴 對 應該是8滴啦 這步兵數量有夠多 右邊步兵落到後方 然後來偷拆後方的經濟 那好像已經被哥德看在眼裡了 他已經拉了一對 劍兵勇士在這邊做防守 是這跟哨戰看到的 好 保加利亞這裡補下了增兵技術 這邊補下更多的軍兵 再來打一場步兵大戰 那哥德仁遇到步兵情況 還是多打一點火槍會比較好 其實真的不用用步兵硬碰硬 當然步兵也是可以少量出 可以出一些火槍 在後面輸出會更好一些 看到保加利亞這邊點一下手推車 至少把這個經濟補滿 經濟補滿之後就可以專心打架了 就不用再擔心經濟的部分 這邊直接上高地 兩邊持劍反擊 一致排開 後面的僧侶招下完之後還在補血 補血效果非常好 哥德的步兵完全打不贏 好難受 全倒 這邊後面還有銀雷 喔不是銀雷是城堡 我城堡輸出很痛 後面勝利的瘋狂奶 能奶的起來 血液步兵嗎 感覺扛不太住 哥德的緊噴步兵 開始有了感覺 趕快先靠一下巨頭 巨頭拆掉很賺 可以保住自己的城堡 哇 結果血液步兵被數量擰壓了回去 哥德這邊緊噴 噴步兵的速度太快了 是保加利亞的人的一倍起跳 太猛了 右邊兩臺巨頭繼續再拆除城堡 這根城堡應該會被拆掉 好下方這邊重新集結 這裡有雙銀雷在輸出 這邊見狀不妙先撤退 而且保加利亞這邊點三攻 銀雷傷害是現在最高狀態 只是三攻是傷害 好 這邊再繼續尻 好 這一波打贏了 這次是因為數量不夠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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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據說前壓得有點太深入了 可能要跑 好 保加利亞人無視步兵 直接上前硬扁 這邊要撤退可能有點來不及 好再打 再拆一台巨頭 有機會啊 看4滴血 左邊又繼續打了起來 來一刀結束 OK收掉 哥德這邊步兵的數量 依舊還有70幾隻劍兵 但保加利亞這邊的雙手劍兵 也是來到蠻多的數量 來到了40幾隻 這邊又再度開戰了起來 哥德覺得自己有優勢 但保加利亞人這邊利用自己的銀雷 繼續大量輸出 這個聲音真是 刀劍的聲音 聽起來就是特別舒服 好看一下後方 後方這邊有一隻松手精靈在偷砍 包黃劍的分明 保加利亞人 還不忘記喔 要後面偷村 不知道這邊還能不能繼續打 這裡賣了一些木頭 好 保加利亞起兵沒有要出 反而是繼續出了雙手劍兵 兩邊就是打步兵大戰 OK哥德爾再一次想要上前前壓 劍兵兵是雙防只有1加2而已 這個 防禦只有3而已 所以遇到 劍死喔 或是 保加利亞的近戰輸出 傷害都會吃的有點兇 哇 這裡又上 往前前壓 但是後方的銀雷 瘋狂輸出阿 哥德爾再這樣打下去 會越打越烈絲阿 哇這真的要出點火槍 這真的不行 正面就打贏了 哥德爾很尷尬 大雷小隊去後面拖砍巨頭 有點沒卡住 還差一刀 哇很可惜沒有拿下 一刀城堡還是要退一下 你看這個 保加利亞人的雙手劍兵 遠防4-6 近防9 9-6 6-6 對方都3-3 這個防6 近防差了3倍 遠防差了1倍 不然是劍兵有事喔 血量上多10滴血 但 基礎防禦差距太大了 目前看起來保加利亞人 可以再往前繼續升推 把這個石頭拿下來繼續玩 繼續插陰雷在這邊 對手更大的壓力 可能插這個位置會好一點 稍微後面一點 這邊保加利亞有高地優勢 這個高地拿下來 反打哥德爾應該不是問題 這邊又再次展開 哥德爾也想要拉一些步兵去後面抓巨頭 巨頭這邊跑得很快 下方三台巨頭也是被追著打 可以鎖掉嗎 哇一台 哇賺200金 再一台 哇400金 OK 全部收掉 三巨頭搞定 先招到了一隻劍兵勇士 全巨頭開始 下了起來 那保加利亞的兵 現在就會被限制於在這個地方 因為他劍兵勇士一離開的話 巨頭就會有危險 所以他只能盡可能在這個窄口 進行巷戰 盡可能保護住自己的巨頭就可以了 哥德爾這邊城堡如果掉的話 就會很危險 因為中間就會沒有防御劍組 可以去抵擋住這麼大量的雙手劍兵 好 左邊的哥 哥德爾步兵一直被劍塔射 血量消減超級快速 不知道可不可以看到劍塔 擊殺了多少村 哇 30隻步兵 36隻 27隻 左邊三個銀壘 總 加起來應該超過了100隻 步兵了吧 哥德爾這邊步兵繼續爆 建兵繼續砍 哇 太扯太扯 好 上方補了 補下了一個銀欸 哇 補下B2根 現在前方沒有城堡 就不太需要害怕巨頭 好 這邊要轉出其他單位嗎 好 但這時候哥德爾補下了工會制度 工會制度的話 點完 不管賣石頭或賣肉 都可以變成 100肉換17黃金 這樣買賣的話會更划算一點 因為不然到了後期的話 最多只能賣到14黃金而已 其實這樣買賣很不划算 好 華仔麗亞這邊比較保守 用三巨頭慢慢拆除軍營 然後才要慢慢往前推進 這邊 劍兵勇士 想要在高低 守住巨型頭司機 第一處的雙手劍兵 可能要再次 走回高低 對 這邊回高低打 結果哥德爾又上去 跟別人高低步兵拼比 都要打輸了 雖然步兵數量還是很多 其實幾隻 上方也有少量的劍兵勇士 再騷擾 好 這邊決定不拆了 決定撤退 左邊這邊也有悄悄行動 看到這邊 挖木頭村民已經跑到了前方 這邊看是有漏洞出來 裡面可以深入進去 但裡面還是有銀雷 這裡又馬上補了一個 他看到下方有點危險 馬上補了一個銀雷來防守 這個步兵再次上千 真是想要先上高低 但這個高低完全阻斷了前進巨頭的路線 這邊沒辦法偷拆巨頭 有點可惜正面也是排開 但是哥德是上了高低 但這高低上面卻有兩個銀雷還在輸出 哇 這兩個銀雷加起來也打了三十幾隻的劍兵勇士 下方的劍兵勇士沒有跟過來 反正在家裡做集結 還是也不用去了 隊友都已經死光了 好 哥德城堡也終於被打掉了 這邊可能不能衝太多 還是要放一些兵在這裡 不然巨頭會有危險 前方有點太過深入了 這個看要不要撤退一下 這邊繼續持續開打 帶一些兵去左邊追擊哥德衛隊 那哥德衛隊的一個優點 就是他跑速比較快 但是雙頭劍兵有點跟不太上 所以他遠防高 比較能耐抗箭矢 所以銀雷跟城鎮中心 設的傷害就沒這麼高 這邊還有靈性的作戰 看他這波騷擾能不能打到寶財莉亞的經濟 看起來是有點困難 銀雷打的還是太痛了 哇 瞬間收掉哥德衛隊 好 內亂解除 繼續把步兵往前送 這邊已經殺到了城鎮中心 哥德漢你再繼續嗎 繼續著想 好 找到了 那你殺回去 正面對打 哇 全部擊毀 哥德的劍兵勇士 全部倒光 城鎮中心也沒了 多一波買賣 沒有火槍 終究扛不住寶加利亞人的 幫手劍兵 打出了 GG 哇 那個哥德人 我覺得最大問題應該是沒出火槍 然後你看他這邊出了 八把三十三 八把三十隻的劍兵有事 然後 寶加利亞是出了兩百 不是 五百二十一隻的雙手劍兵 這加起來是一千三百隻的步兵啊 哇 是千人步兵大戰 真的是 有點有點 有點太多 畢竟 我們正常看比賽 能出到一百隻就了不起了 這裡出到八百隻啊 五百隻的步兵 我覺得這兩邊應該是有點 應該算故意嗎 就是有點想要打步兵情懷 來測試喔 數量對上這個單兵品質 到底兩個比較重要 感覺喔 數量確實可以擰壓 但是如果對方的數量也起來的話 那你就會被這個單兵 這個品質 這個什麼 這個什麼 品質嗎 質量 更好的裝備的雙手劍兵 可以打回去 看來裝備還是比較重要的 這個數量喔 並不是重點 來看一下 看一下這個經濟 經濟的話 是木頭 跟食物拿下的勝率 那這邊我覺得哥德爾做得很好的地方是 他很早就點下手推車 看這個經濟差距 他13分鐘的手推車的優勢 拿得很好 所以他這邊優勢會很大 那石頭的話是算輸了 但是他黃金呢 是有四生物的關係 所以黃金如果再打下去的話 哥德爾可能還覺得自己有機會吧 那目前看起來 這場比賽 哥德爾最大問題 還是沒有火槍的問題 比較嚴重 哥德爾步兵戰 雖然他是步兵文明 但他其實步兵互打的情況下 並沒有太大的優勢 他也沒有軟甲 然後也沒有三級防人關係 所以劍兵勇士 打起來還是有點偏弱勢一點點 並沒有那麼的有優勢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兒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